而现在员工带着他们的笔机板电脑和和异动室的ID军用办公室 能够根据当天工作议程每天选择不同的位置办公 在新办公室你可以选择靠近不同部门同时的位置 因为可能你们两个当天要合作完成某个商务 之前听说我们会采用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 心里面就会有所期待 同时也会去考虑该怎么适应这种方式 现在我非常喜欢这个新的办公室 每天可以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工作 而且可以自由地跟同事们进行交流 我现在使用的这个独立空间是专门为需要独处的员工设计的 因为在今天下班前我需要完成给客户的标书 所以我需要安静的工作尽量不被打扰 我们CPLU的公职客户提供一个好的服务 那么提供好的服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我们的人员 我们的员工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员工上班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所以说我们用了成都办公室作为一个序典 那么把一些在国外比较先进的一些办公场地的新的概念引进到中国来 通过这么一个办公楼的设计可能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很多坎心的办公室的一些公用地方 公用场所可以小的会议室这些电话亭都可以帮助员工进行更充分的沟通 然后形成一个互动 客户的经营结果也是我们CPLU最看重的 我们全球的总裁总裁讲过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经营是有来于客户的一个经营结果 那么客户经营结果的优劣在于我们员工能不能够很开心的很快乐的去跟客户提供一个服务 所以说作为一个我们这个经营场所来讲的话 我希望每天员工上班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